所以妳有跟他交往過嗎 NO NO 那時候才17歲耶 我爸爸都會陪我去錄音 妳寫了先送妳好運 他有送我一個道歉啦 他其實很久以前就已經道過錢 他其實之前就已經有鬧過新聞一次 有發照片 就是說好想跟外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有直接出來說沒有這件事情 一段時間他就有傳訊息跟我說對不起 就是他在傳訊息新聞 然後就是他很支持我 然後很開心使用我的新的作品 然後他們都做理事 他們都做理事 對 所以就是然後我就對 就這樣子 後來他們有在跟媒體公開道歉說 就是他們對我很道歉 因為這件事情他們也很 不知道哪裡來的事情 所以妳有跟他交往過嗎 NO 我那時候才17歲耶 我爸爸都會陪我去錄音 另外一位就是 首先一邊開號放出這件 就是說妳跟謝爾街有怎樣 對啊 私下跟你道歉嗎 沒有因為我們沒有見過 應該是說我當下看到這件事情 我就很生氣啊 然後後來我就有問我的團隊跟經紀人 然後我們就他跟我說就是他有在訪問的時候 有說他有一些精神上的困擾 就是一些需要就是幫助的地方 那我看到這個我反而有點就是覺得我原本很生氣 所以後來覺得就是我不會想要變成再讓他有個人刺激到他 或者是二次傷害 但希望他可以就是然後起來 對啊 有想過要提告或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就是要跟自己糾結 有的時候會覺得要替自己說出來 要替自己發聲 然後站出來說謊 但是同時也不想要再製造 很煩很不開心的氛圍 然後加上告人我也不會比較爽 說實話 我沒有想要得到錢 我也沒有想要得到任何的 如果他願意過照片我很感謝 但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沒有真的想要得到什麼 適合這次的缺點 會不相信 但是在這個缺點